就像心一樣,永結童心 然後很多人,情侶,他們就喜歡到永結童心這邊來拍照 表示他們的愛心等等 可是各位你要搞清楚,那是一顆破碎的心 兩顆合在一起的破碎的心 因為那是兩棵樹被砍掉之後,他們下面的地方哭掉了 所以基本上它並不是像我們講的正面的東西 它真的就是一個檜木粉場的一個很好的見證 所謂阿里山林場基本上是8公里乘以20公里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就是整個阿里山山脈的零線以下 大概到溪谷海拔1800公尺到2500公尺 這700公尺的整個大行帶裡面 8乘20平方公里存在有日本人統計的時候是30萬顆多塊木 其中紅塊跟扁駁是1比1 所以是25萬顆,夾雜5千六七百顆的台灣山 然後我們已經講過上半、蝙蝠下半、紅塊 然後經過1912開始這裡全面的砍伐之後 到國民黨過來又三次的砍伐在殘財處理 那最後呢後來又有打撈 那能夠拿出去又有一段時間專門收集那個雕刻用材 所以差不多都沒有的時候呢已經走路觀光 所以勉強找出幾個那一種窟老的這個樹頭 當時都沒有人要的 就變成現在的觀光景點 什麼山梯啦、什麼花架啦 那其中那兩棟有沒有 就是搞起來還沒有一顆心一樣 那麼天下雜誌那個陰影棚社長在做 一百四百年 一做一百兩百棋 兩百棋的時候 找我說 你來給他們介紹一下 於是我就帶著他們講 講解整個阿里山開透歷史 阿里山這30萬顆樹 日據時代砍了55% 光復之後砍掉45% 剩下了幾顆就變成所謂的季木 當年日本人在阿里山砍森林 砍到手軟、砍到心溪 砍到必須為樹木、樹立、樹林塔 請道士來超渡亡魂 各位你要知道 日本人是一個金國主義 是一個相當殘酷的這個樣的金種 在南京大屠殺可以把嬰兒丟起來用刺刀去接 比賽看誰差多一點 這樣的人總在這裡砍森林 砍到手軟、砍到心溪 砍到必須要做樹林塔等等這樣的超渡 可見當年的砍花有多嚴重 但是跟國民黨比起來 日本人是非常慈悲 而且還有保育觀念 台灣、全台灣所有塊木 砍一份是日本人 砍十份是國民黨 真正整個塊木林的終結 是最後這五十年 因此剩下這些東西的時候 當時他們 情侶三三亮都在那邊 那個英領棚社長要我在那邊講解 我說 等到所有的東西 你看從日本砍滑到這樣 到國民黨這樣 那如果說這種東西叫做永捷同心的話 想必也是一顆破碎的心 旁邊本來那個情侶在那邊拍照有沒有 一天全部都掉下來 事實上這個是代表整個 台灣演化一百五十萬年之後 所完成的最偉大的森林 那現在真的是只是魂場 已經都沒了 產生的東西 只能夠用一點象形 靠一點想像力 然後變成所謂國家級的這個森林 坦白講 這個是因為本身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這個上層人員 本身就對這個土地一無所知 就是這樣來的 不過呢 我們現在也 除非具備足夠多的 涵養跟這個自然認知 或者呢 我們情願他們保持無知狀態 不要再攔止其他的山林 以前台灣來講所謂的保安林 第一個保安林 1907年在高雄壽山成立 日記時代做到的保安林水源涵氧林 這種風沙 什麼什麼林 總共有幾十種 另外日本時代 跟美國同步 台灣跟全世界同步 就是要設立國家公的保護 那這一類的這個保護抽失 在日記時代 在台灣 通通是跟美國跟世界同步 那後來因為戰爭 就感覺又垮掉 這次第一個保安林的朋友是歐洲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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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我不太清楚 大概投投的 因為日本整個專業是從投投的 歐洲來的 那有國家公有是沒有 因為歐洲都破壞光了 所以就沒有他們那些早期的 去到那邊就哇發現到 這真好的東西齁 真的不忍心 一定要留給我們的子孫 還透過政治力的手法 沒有聲 沒有聲 以阿里山啊 阿里山我告訴你 整個日本在台灣 五十年 只開發三大臨場 以及二次大戰的時候 包括有一些像水里上去 陸續正要進展的時候 他們已經輸了 那後來國民黨進來以後 總共有將近一百多條的領導 那是跟 所以林產那是算到那算不完的 所以這個老師有去比對那個 這不是比對 這個整個所有的領導師 其實阿你們都沒有看見 因為很多人解說都會講說 日本人來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在發起森林運動的時候 有一批官方養的學者 就把所有的栽贓給日本人 包括你們現在知道的 不要看誰 現在那個看林務集的DVD 他都這樣寫 對 你要做啊 這樣摘給他就好 你現在看林務集的DVD 他也跟你講 阿里山的由來是阿巴里 對啊 他們喜歡 就是有一套他們的 而且 我覺得他們不會在乎 那個正史的那個 因為就一個官僚的地方 他只是一個應付 並沒有 我覺得阿里山最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你把它當成一個很膚淺的一個觀光地區 然後就這樣過去 可是 其實你要講阿里山的歷史 跟阿里山的種種的 講一千零一夜都講不完 真的是很多深邃的東西可以講 每一個點都有 那剛才我跟各位講過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森林卡完之後 就開始做苗圃 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就是以前就是苗圃 全部都是這個苗圃的地方 因為這邊有水源 然後這個水呢 我們就看到那個結石的那個水 到了夏天的時候 它滿水位之後 它會往下一直流 就是流到那個神墓那個地方下去 就是流到那個 就是流到那個 我們等一下看到那個 壽政宮那邊會有一個 一個一個水池 然後再下去的地方就到神墓 然後最後就會到那個 那個阿里山溪 清水溪 然後匯集到那個 走水溪 那這個整個水的路線 是這樣在走的 我只能說歷史從來都是荒謬 而流下去的通常是 垃圾跟 這些開玩笑的東西 這個都是苗的 他們下面是藏的 阿里山十大功勞 沒有 阿里山十大功勞 阿里山十大功勞 因為早期他們可以拿來做藥 所以基本上 阿里山野生的自然界的 十大功勞已經沒有了 所以現在開始都是用人 你現在看到都是人種的 都是在種的 老師那後面那一題也是人造零嗎 後面這些都是砍伐之後 開始造的人造零 所以我們現在下去下面的部分 就是那個柳山人造零 那很多人在問柳山紅塊 那邊沒有怎麼分 因為塊木跟山是本來就分開 很容易分開 你現在看到這些山就是柳山 柳山是 一屬柳山屬 然後這個種是來自日本 他是一開始在日本發現 所以種小名叫 那日本人在台灣砍了塊木之後 他們就種了柳山 發現柳山在台灣的生長樹率 是日本的好幾倍 好高興就拼拼的種 那種的結果 他們沒有想到一件事 那個小時寥寥 大未必佳 小時候的胖不叫胖 那在台灣發生三十年之後 裡面變黑心 還沒大張 哇,靠腰很肯定可以做柳山 台灣曾經有做柳山 做三十年 包括韓國燒幾百萬幾 就是這個柳山 都去做 後來現在都沒有了 都挑選 這個柳山 你可以看 那個葉子是真早醒的 怪木那個葉子是細細細細 是十字交叉的早醒 非常小 紅塊跟北部怎麼分 怎麼分 冬天的時候 你一看那個葉子紅紅的 那個就是紅塊 而且紅塊像 穿很高雅的袍 很長袍 它是下垂 那扁薄的葉子比較癢癢 扁薄 那個手臂是膠殼的 來義說 在膠殼的 那那個 紅塊叫做 薄皮 那那個 紅塊呢 的球口是橢圓形的 是小小橢圓形的 那扁薄是球形 像足球一樣的 紅塊跟扁薄很簡單 眼睛閉起來 葉子拿來摸摸看 會刺的就是紅塊 不會刺的就是扁薄 那如果我遠遠看的話 扁薄的葉還有 那個白色的氣孔帶 很清楚 是Y字形的白色氣孔帶 大家這樣看 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你頭那個樹形 也大概大概可以判斷 臉薄通常它是一根 一根直直上去 比較沒有分支 那紅塊通常在下面的話 就會分開來 而且比較胖一點 然後紅塊呢 你想它一棵樹可以高達 五六十公尺 六七十公尺 所以呢 它的 冬天 接受東北季風 非常強累 那春天 夏天 長出來的葉 到冬天 就會被吹死掉 所以呢 紅塊的森林 它的上面 都看起來像樣樣 都像枯枝一樣 陳傑民狗六十幾年 同美國請來的專家 大家直升機看說 你們這些森林都死掉了 要趕快砍掉 因為這樣 下達要整個種生物 這個也是一個很荒謬的 對這一種 剛才我們在那個 路上的時候 就有朋友 學員看到 看到那個 量養的有沒有 我說那個就是 留下來的母樹林 他們量養那個 就是因為它 天然的狀態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到 直接到那個 塑正宮前面 這邊集合 那個 你看現在 那個都是紅塊 葉子 前端 立立的 往中 中間就紅紅 有沒有 我告訴各位 你們 你們如果在過年過後 自己一個人來 乾燥的時候 你們如果碰到 紅塊下 葉椅 下紅椅 這樣像那個 麵線 這樣是 那個 麵線 一片一片 像粉一樣 像米粉 這樣整個飄下來 喔 我有一次喔 被那個 麵線 這樣 就真的會醉 那個 風來 就是紅塊的 葉椅 這個 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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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天氣還是 身體 它 一直在換 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更新 這紅紅 這就是 鳥山 鳥山的葉子 在那邊 這也都會漏葉 這個也都會漏葉喔 我們講的長綠樹 不是說它不會漏葉 它不會漏光光 然後重新長 它其實一直在漏 像張樹 張樹就是 每一年所有的葉子 全部都掉吧 全部都換掉 只是它 先長葉子出來 再把所有葉子都掉 所以以為你都以為它都沒有掉 臺灣山現在種非常之多 蕭蘭現在的蕭蕭蕭 因為為什麼蕭蘭是一級美 蕭蘭是臺灣 以前台北市 清朝時代 最富有的人的 嫁季都是用蕭蘭 蕭蘭 蕭蕭蕭蕭 它是蕭蕭蕭的 因為 因為那種東西 蕭蘭是長在像 中橫 那個 原生植被 石頭上 所以生長很緩慢 緩慢 材質就特別的 這個堅硬 那加上它又有 油脂分方 所以 它那個基本上是一種 峽谷的 原生植被 是蕭蘭 那因為有價值 所以大家就拼命種 那林務局也在推廣這些 其實你們看到 現在非常多的造林 無關生態保育 那是完全是看 木材的那個 你們看過什麼 台中有一個人 什麼種了幾 什麼 那個全部 那個跟林務局的造林 通通一樣 跟生態保育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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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預估那個人會賺大錢 因為接下來那些木材 也不錯 看樹的 都可以推它的年齡都大 對不對 第一 我們要騎幾個樣品 比如說鑽 鑽 鑽進去 鑽到它年輪的最底層 最中心 然後算 年輪因為有春彩跟秋彩 然後形成一年就可以看有一輪 然後用這樣子來 那我一直統計 統計了幾十棵幾百棵以後 我就可以做出一條回歸的方程式 然後以後就看到直徑多大 我就可以這樣算出來 但是它有很大的誤差 但是像紅塊 像那個阿里山神木到底是幾年 就沒有人 就天曉得鬼才知道 因為它裡面通通已經爛掉 第二個啦 塊木最奇特的就是說 它經常不是一棵樹 而是好多個種子一起長大 定木合在一起 現在號稱全國第二大神木的 我們明天會去看 那個其實是五六顆病在一起 被台大寫成 然後我就在報紙上給它寫出來 說你看這五個人一個人五十歲 這個人五個人站在一起 他說這個人有兩百五十歲 我說連台大這種寫服 竟然是有這麼愚蠢的 這個什麼那個寫的人 我沒有想到 那個是我認識 而且還是長輩 有一次看到我就罵我 你怎麼那麼這個無情什麼什麼 我說如果我講的不對 你就再給他寫啊 人家就沒有你那麼會寫吧 靠腰啊 但是你要知道 最可惡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到現在 我已經糾正它快十幾年快二十年了 到現在還是一樣醜 死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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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我們的官僚整個通通是這樣 為什麼這個社會很難進步 好 好 那一起來 那一起來 那一起來